不满中国在南海的攻击行为 大批菲律宾民众在11日包围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 高杆中国滚开等口口抗议 赶在菲律宾国庆日前示威为的就是要捍卫领海主权 示威者更呼吁对抗中国日渐激进的军事行为 并要求北京停止骚扰非国渔民 中国在南海争议水域旅船以强力水柱区赶过骚扰菲律宾船只 最新一场海上冲突就发生在5月底 中国海警被空恶意阻止菲律宾对马德雷山告执行不及任务 是高凯二人先告状指责非方持枪对准中国船只 种种行径都让菲律宾命情激愤 根据非国最新民调显示 高达76%的人民认为中国是菲律宾最大威胁 同时也有73%的人支持政府透过军事行动 抗卫南海相关水域主权 包括增加海上巡逻与军队驻扎 民调分析就指出人民将中国示威威胁的比例 相遭总统扫马可氏2022年刚上任时 大幅增加了17个百分点 扫马可氏多次在国际场合抗议中国调限行为 甚至直言不排除反击 菲律宾前反对派参议员德利马 更将中国形容是恶霸跟爱哭鬼 痛批北京以大国姿态霸凌别人 却反过来构状实在更无耻 现在菲律宾为了进一步惨化空中监视 与力量投射能力 准备在苏克比湾建立新基地 这里原是美国海军航空站就职 十多年前飞方就有意改建 但直到最近局势升温计划才又重启 美国海军新闻报导计划内容 指出这里将成为战斗机基地 以及飞弹储存库 并串联2022年建成的海军基地 成为陆海空联合行动的总转战 马尼拉巨库专家就分析 结合全面群岛防御概念 未来若是南海爆发冲突 菲律宾军队将可更快速投入 大幅提升区域监控与反应战力 谢谢黄欣雅 整理报道 谢谢黄欣雅 黄欣雅 3 4